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雄观影,我是阿湘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 看看这个 夜晚,宁静的派出所突然跑来一名神情恐慌的女人 她大声地质问,坐在对面的警察为什么要杀她 警察莫名其妙,两人明明在第一次见面 女人向她解释是从录像带里看到的 此时,桌子上的杯子突然颤抖 女人身后不知何时站着一个面色惨白的男孩 男孩边说看看这个,边举起了手中的录像机 录像里出现了警察的脸 在女人惊恐的喘息声中,警察慢慢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故事也正式开始 画面一转,小美来到图书馆 偷偷地注视着书架后选书的大雄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看书 看着看着,大雄的肚子叫了起来 两人对视微笑 甜蜜的气息在空气中流动 公寓里,小美尖着蛋卷 打电话给大雄嘱咐便当帮她放在老地方 要记得吃 准备好后,小美带着亲手做的便当 向大雄家走去 路上,小美看到了很美的樱花树 她折了一根树枝一起带走了 却没发现,一名拿着录像带的男孩 就站在她的身后,看着她 来到大雄家里 小美将便当和树枝一起放在了桌子上 便离开了 这天深夜,小美正在跟大雄打着电话 挂断电话后,门铃突然响了起来 小美以为是大雄 然而透过猫眼看去,外面空无一人 她缓缓打开门 转过头,在楼梯的转角处 一个男孩正站在那里,盯着她 小美赶忙关上了门 可是门铃又一次响起 她再次打开门 男孩立着毫无表情的脸 出现在小美的面前 男孩举起摄影机 不带感情地说着 看看这个 在她举着的录像带中 小美看到了自己会被热水烫伤的影像 小美惊慌地把门关上 听到闹铃声,小美想起厨房的肩蛋还在坐着 她赶忙伸手,却被烫伤了 整个情景和刚才在录像带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想起刚刚发生的事 小美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一早 小美还是坚持着来到大雄家里送便当 看着桌上的樱花树枝 小美幸福地笑着 这一天小美上班的时候 她又看到了男孩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录像 录像中大雄被刀刺伤 旁边还有女人含糊不清的吵闹声 小美赶忙给大雄打电话 却没法打通 耳边充斥着男孩不带感情的声音 再次向小美播放了一段录像 画面里 一个陌生的女人进入大雄家 扔掉了小美准备的便当和樱花树枝 随后 大雄被刀刺伤的画面再一次出现 小美焦急地来到大雄家里 在桌子上 她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最近最好不要来这里 小美赶忙给大雄打电话 让她不要离开单位 就在小美要离开的时候 闷把手转动 录像中那个陌生的女人走了进来 所做的事情和小美在录像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小美躲在洗手间里不敢出声 直到陌生女人离开后 她走出来看到桌上的一本书 是一本关于跟踪狂的法律 小美急忙赶到大雄的单位 可同事告诉小美 大雄早已经回去了 小美来到地铁站 不过还没有等到大雄 身边又响起了杯子颤抖的声音 男孩出现在小美眼前 这次小美没有害怕 她主动让男孩给她看了录像 发现大雄被刺伤的地点正是图书馆 没等看完小美就急忙向图书馆跑去 她没有看到 男孩看着她的背影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当黑夜降临 小美终于找到了大雄 她向大雄说了录像带的事情 大雄只是看着她并没有说话 此时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声音 那个陌生女人走了过来 小美焦急地想拉着大雄跑 可大雄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是谁 大雄阻止了陌生女人的报警 问小美到底是谁 可小美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不管两个人说什么 一直在自言自语 声称要保护大雄 直到陌生女人跨着大雄的手臂时 小美发怒地拿出了刀 要杀死陌生女人 可无意中却划上了大雄 两个人跑进了图书馆 小美在后面拿着刀追了上去 大雄和陌生女人害怕地闭上了双眼 脚步声突然消失 两人慢慢地睁开双眼 正当他们以为安全的那一刻 转过头 小美拿着刀就在那里 看着他们残酷地笑着 故事也就此结束了 其实小美才是所谓的跟踪狂 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 这种病态畸形的爱 充其量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而已 至于带着录像带的男孩 看过后的你来猜一猜 会是什么呢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 收藏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